罗马书第十一章 我再问,莫非天主摒弃了自己的人民吗? 断然不是,我自己就是个以色列人, 出于亚巴郎的后裔,本雅明支派。 天主并没有摒弃他所预选的人民, 难道你们不知道圣经在《厄里亚篇》上说了什么? 他怎样向天主抱怨以色列? 上主呀,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毁坏了你的祭坛, 只剩下了我一个,他们还在谋害我的性命。 然而神域告诉了他什么? 我为我自己留下了七千人,他们没有向巴尔屈过膝。 同样,现在也留下了一些残余, 即天主以恩宠所选拔的人,既然是出于恩宠, 就不是出于作为,不然恩宠就不算为恩宠了。 那么还说什么呢? 以色列全体所寻求的没有得到, 只有那些盟选的人得到了, 其余的都顽梗不化了。 正如所记载的, 天主赋予了他们沉睡的神, 有眼看不见, 有耳听不见, 直到今日, 仍是如此。 达卫也说过, 愿他们的沿袭成为他们的陷阱, 裸网, 绊脚石和阴德的报应。 愿他们的眼睛昏迷, 不得看见, 愿你使他们的脊背长长弯曲。 那么我再问, 他们失足是要他们永久跌倒吗? 绝对不是, 而是借着他们的过犯, 是救恩临到外邦人, 为刺激他们发愤。 如果因他们的过犯, 世界得以致富, 因他们的堕落, 外邦人得以致富, 他们全体归正, 更将怎样呢? 我对你们外邦人说, 我既然是外邦人的宗徒, 我必要光荣我的职务, 这样或许可激动我的同胞发愤, 因而能拯救他们几个人。 如果因他们被遗弃, 世界与天主和好了, 那么他们如果能收纳, 岂不是死而复生吗? 如果所现的初熟的卖面是圣的, 全卖团也成为圣的。 如果树根是圣的, 树枝也是圣的。 假如有几条橄榄树枝被折下来, 而你这只野橄榄树枝被接上去, 同沾橄榄树根的肥枝, 就不可向旧树枝自夸。 如果你想自夸, 就该想不是你拖着树根, 而是树根拖着你。 或者你要说, 树枝被折下来, 正是为叫我接上去。 不错, 他们因了不信而被折下来, 你要因这信才站得住, 你绝不可心高气傲, 反应恐惧。 因为天主既然没有联系了那些原有的树枝, 将来也许不联系你。 可见天主又慈善又严厉, 天主对于跌倒了的人是严厉的, 对于你却是慈善的。 只要你存留在他的慈善上, 不然你也必要被砍去。 至于他们, 如果他们不固执于无信之中, 必会再被接上去, 因为天主有能力重新把他们接上去。 其实, 如果你正有本身的野橄榄树上被砍下来的, 逆着信被接在好橄榄树上, 何况, 他们那些原生的树枝, 岂不更容易接在自己原来的橄榄树上吗? 弟兄们, 免得你们自作聪明,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项奥秘的事, 就是只有一部分是执迷不悟的, 直到外邦人全数进入天国为止。 那时, 全以色列也必获救, 正如经上所载, 拯救者必要来自西雍, 从雅各伯中消除不尽之罪。 这是我与他们所定立的盟约。 那时,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恶。 照福音来说, 他们由于你们的缘故, 成了天主的仇人, 但照照选来说, 由于他们祖先的缘故, 他们仍是可爱的, 因为天主的恩赐和照选, 是绝不会撤回的。 就如你们以前背叛了天主, 如今却因了他们的背叛, 而蒙受了怜悯。 同样, 因了你们所受的怜悯, 他们如今背叛, 这是为假他们今后也蒙受怜悯。 因为天主把众人都禁锢在背叛之中, 是为要怜悯众人。 啊, 天主的富饶, 上智和知识是多么高深, 他的决断是多么不可测量, 他的道路是多么不可探查。 有谁曾知道上主的心意, 或者有谁曾当过他的顾问, 或者有谁曾先施恩于他, 而望他环抱呢? 因为万物都出于他, 依赖他, 而归于他。 愿光荣归于他, 至于永世。 阿们。 阿们。